一家三口和谐的画面让人羡慕 七年前王鹏富因为接受心脏移植 和护理站的护理师普出恋情 已经看过那么多就是因为欢心后的一些状况 所以当下也想了很多 后来想想人生也就这么短暂 那既然机会到了那就在一起 当时王鹏富才18岁 先天性心脏半模不全一连串的治疗 最后只剩移植这条路 我直接送到我们的医院急诊室 它是一个脑出血 所以对我来讲就比较有利 所以他非常幸运 那时候衰竭非常厉害 已经用了我刚刚讲过的主动脉胖腹 心脏衰竭的分剂里面是算1A 1A就是等级最高的 当时称呼往生的15岁男孩 捐出心脏和肾脏救了两个人 后来捐赠着母亲癌症住院 两人轮流照顾 就一个1352我们就26这样子 虽然就是没有颅预期的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是有让我们可以为他 进分到这份孝心 捐赠者器官 严血的受赠者生命 写出一篇篇美丽的人生故事 大约新闻派专政瑞萍 高雄报导 大约新闻是其他人的